你好 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 我是杜詹琳 大洲银行Public Bank 股价自6月以来已经下滑了10% 此外 该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 也创下5年来的最低点 而如今1.18倍的股价 对账面值比是10年低点 从账面上看来 该银行可以承受的总减值贷款为1.4% 而该银行2020财政年第二季的总减值贷款为0.4% 还有1%的缓冲空间 凤龙图王研究认为这是非常保守的数据 因此看好大众银行强大的资产素质 可在不稳定的时刻继续表现亮眼 大众银行也是行内成本效益最好的领头羊 其成本收益为34% 行家将评级上调至守住 目标价也上调至15令吉90仙 好吗 好吗 你好吗 发生 reun了 像ή枪 等级政年 好啦 感谢观看